中国老太太首次进入赌场 自信地推开人群坐在赌桌前 将所有财产兑换成筹码 看着众人下肿 老太太也拿出一枚筹码 随着性感荷官启动转盘 小球在转盘里动刺打刺地迅速跳动 最终稳稳地停在八号位 老太太中奖了 眼看自己原本不多的筹码瞬间翻倍 她决定乘胜追击继续下肿 出乎意料的是 她居然又中了 看着筹码成倍增长 老太太决定玩一把大的 眼睛都不带眨 直接全压 小球在转盘中飞速运转 老太太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 但没过多久 小球再次稳稳落在八号位 众人都被老太太逆天的欧气震惊了 然而老太太希望大家可以共享她的好运 只要你们在评论区留言 就可以直接吸收她的好运气 一夜暴富不是梦 老太太凭借自身逆天的欧气 在赌场赚得盆满钵满 无论是骰子还是排酒 她都能稳操胜权 这引起了赌场老板的注意 她派手下把她请进了VIP包厢 里面都是赌场安排的托儿 打算让老太太把钱输回去 可是在好运的加持下 老太太总是以各种离奇的方式获胜 玩得格外兴起 甚至用眼神调戏旁边的老头 准备来个财色双收 为了显示自己的气魄 老太太将赢得的几百万全压上了 谁都想不到 老太太有爆棚的好运 是因为自己老伴升天了 就在几天前 她的老伴在过完八十大售后准时去世了 神婆告诉她 她天生财神 可惜老伴压制了她的财运 导致她一直不能发财 但现在她老伴已经去世 意味着她的财运将会起飞 于是老太太按照八月初八的预言 去银行取钱 没想到正好赶上银行八周年 她拿到以巴结尾的号码 中了八代大名 终于相信了神婆的话 于是来到赌场一展身手 可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就在她把迎来的几百万全压上市 时间刚过了午夜十二点 随着荷官揭开排面 老太太好运结束了 这次输光了她的全部财产 从一夜报复到一贫如洗 这样的祈福让她无法接受 于是老太太愤怒地找到了神婆 神婆告诉她 那是因为八月初八过去了 好运的爆发刚好失效了 而她本是天生的财神 再过几天到八月十八 会有一笔天降横财 老太太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日子很快过去了十天 但她一整天都没有等到所谓的横财 于是 她准备坐车去找神婆算账 然而在途中 老太太原本寂寞地坐着 旁边的老灯一个劲地要和她贴贴 老太太不胜其烦 仔细一看 这老灯居然领盒饭了 老太太刚想招呼乘务员 大巴突然强烈地晃动 一个包裹搜的一下掉在了她腿上 她小心翼翼地打开 里面居然装着满满的现金 她记得这是旁边这个老灯的包裹 难道这就是神婆说的横财 但她也注意到老灯脖子上有一条龙的纹身 这是当地黑帮的标志 看来老灯身份不一般 老太太纠结片刻 偷偷拿着老灯的包离开了车 回到家后打开包仔细清点 发现里面竟然有88万美元 换算成人民币就是600多万 老太太一想 反正都一把年纪了 管她是什么钱 花了再说 从那时起 老太太变得更加傲慢了 买菜只买80块一斤的 榴莲也整箱整箱地买 她就是要任性地奢侈消费 可她还没来得及进行 两个当地小赤佬就找上了她 老太太刚失去老伴 神婆却告诉她三天内必定发大财 结果第二天 她真的捡到了一大袋现金 连忙上香感激老伴的保佑 还贴心地在旁边放上一本美女杂志 如今一夜报复自然要大肆挥霍一番 然而老太太并没意识到 这笔钱将会要了她的命 还没尽兴几天 两个小赤佬来到了她家 自称是红龙帮的手下 原来那袋钱是他们帮派的 威胁老太太交出钱财 老太太立马装傻充了 坚决否认自己拥有任何钱财 两个小赤佬不愿放弃 试图搜身 小赤佬不敢轻易断定她说的真实性 害怕老太太找家长告状 只好留下威胁的话语匆匆离开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老太太也是在道上混的 她随即在路边找到 另一个帮派中粮帮的街头人 准确说出暗号后 成功被带进了地下室 接着穿过走廊进入到秘密基地 老板问她想要什么 老太太表示要雇一个保镖 结果让老板误以为她是在开玩笑 老太太没心情和她扯皮 直接了当地说自己被红龙帮盯上了 这下老板相信了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随即表示一个保镖八千美金 可这不是狮子大开口吗 老太太开始发挥砍价的功力 直接砍到了五千 还指明了要角落里的猛男 老板连忙拒绝 这猛男可是帮派的头牌打手 老太太不服了 所以你其实是想给我劣质保镖了 那那 两千块 刚才不是还说五千的吗 五千块是她呀 一分钱一分虎 于是 老太太以两千块的价格 雇佣了胖胖的呆头 作为她的保镖 那两个小赤佬对呆头 强壮的体格感到忌惮 不敢轻举妄动 可就在这天 老太太在理发店做头发 让呆头出去帮她买点茶叶 没想到呆头刚一离开 小赤佬们就闯进了理发店 对老太太进行恐吓 买完茶叶回来的呆头 正好看到了这一幕 小赤佬们也决定硬碰硬 掏出匕首向呆头扎过去 小赤佬的战斗力 在呆头面前根本不够看 呆头直接一手一个小赤佬 刷的一下就把他们丢出理发店 从那以后 老太太更加依赖呆头 绝对不允许她离开身边 甚至上厕所都要让她守在门口 可就在这天 呆头接到了家里的电话 由于老太太家里信号不好 呆头来到外面接电话 但乱乱没想到 那两个小赤佬不讲武德 竟然袭击了呆头 然后他们来到老太太家 将屋子翻得乱七八糟 老太太意识到有人进了屋子 趁小赤佬不注意 悄悄来到厨房 抄起平底锅 小心翼翼地走到小赤佬的身后 可很快就被另一个小赤佬夺走了武器 还被用力推倒在沙发上 趁小赤佬不注意 老太太抓起茶几上的花露水 对准小赤佬的眼睛直接开喷 这个举动彻底激怒了小赤佬 千军一发之际 呆头赶回来了 谁曾想小赤佬就这样赶了 两人赶紧将他的尸体包起来 扔进垃圾箱 接着他们假装一切正常地继续生活 可就在这时 中良邦的老大方姐找到了老太太 如今方姐已经调查清楚了老太太的一切 他要求老太太交出内部属于他的东西 以免惹麻烦 老太太面对方姐的暗示 选择装傻 出乎意料的是 碰一鼻子灰的方姐并没有生气 反而慷慨地送了老太太一杯茶 中国老太太刚喝一口82年的茶 没一会就失去了意识 等她再次醒来时 方姐已经不见踪影 老太太想要离开 却被一个标形大汉拦住了去路 老太太一听 匆忙找借口说要上厕所 司机怕他跑了 紧追其后 可跟进来后发现 里面只有一个衣衫不整的女人 对不起 等司机离开后 老太太才从柜子里钻了出来 她以为安全了 可没想到 前脚刚甩开了司机 立马就遇到了红龙帮的小赤狼 老太太急忙转身逃跑 在逃亡的过程中 她还顺手喝了一杯茶 就在这时 碰上了四处寻找她的司机 而红龙帮的人也已经追了上来 司机让老太太躲进一间屋子 自己则留下来与敌人交火 枪声随即响起 当老太太走出来时 她看到双方都全部倒下了 突然 她感到一阵巨痛 低头一看 发现自己被榴弹擦伤了 老太太匆忙回到家中 很快注意到了一张纸条 原来是红龙帮多次失败而及了 绑架了她的孙子 老太太瘫坐在地上 然后从米袋中拿出之前捡到的钱 准备去交赎金 这时 呆头出现了 看着满地的现金 立刻明白了 为什么红龙帮对老太太有敌意 她坚决要将这些钱交给方姐处理 老太太无奈之下 只好装了一包废纸前往约定地点 可谨慎的红龙帮选择先焰火 在拉链打开的瞬间 老太太的伪装立刻被识破 愤怒的红龙帮头目准备撕票 老太太吓得跪在地上 并承诺愿意打工偿还这笔钱 但头目根本不为所动 就在这时 一颗子弹突然打中了头目 随着四周的枪声和哭喊 方姐亲自带队缓步走来 原来 这一切都是呆头的功劳 趁着红龙帮溃步成军 老太太想要借机去救孙子 然而一颗子弹击中了她 幸好呆头就在旁边 不顾枪林弹雨 把老太太和孙子带到了安全的地方 这场由意外的财富引发的灾难终于结束了 老太太重新回到了平静安逸的生活中 不同的是 她与家人的关系得到了很大的缓解 因为这次经历让她深刻明白 她一生中最幸运的事情 就是拥有这些关心她的家人 感谢观看